大家好 OK OK 開始錄了 OK 然後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短講的內容是 VTaiwan團隊就是 今年下半年出的兩個出國的任務 然後一個是到美國去參觀OpenAI 然後另外一個是到日本去參加 就是Call for Japan的summit 那當然源起是因為5月到6月的時候 OpenAI它釋出了這個Democratic Inputs Open to AI的一個計畫 那當時就有吸引了全球超過800個團隊去爭取這樣子的一個計畫的內容 那最後VTaiwan就是成功的勝出 然後不是勝出 就是成功的獲選 然後成為最後參與的10個團隊 所以我們在9月24號的時候就舉辦了這樣子的一個諮詢會議 然後跟著很多的夥伴一起 那其實今天很多夥伴也都是成為了VTaiwan的參與者這樣子 然後一起舉辦完了這樣子的一個諮詢會議 那同時我們也在這個諮詢會議上呢 認識了還有也讓很多的不同的參與者一起加入討論 包含了一隻不同族群的參與者 還有就是法律啊 然後還有媒體啊等等的參與者等等 那我們也都把我們的相關的討論的內容放在主字稿整理出來 那大家只要掃這個QR Code都可以找得到我們討論的內容的相關的主字稿 然後我們目前已經把我們的報告生產出來了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我們的報告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掃QR Code來就是連接到我們的報告 然後這個報告呢就是我們跟VTaiwan的團隊還有就是其他的隊員們一起撰寫的 那同時我們也把我們的就是我們也成功的進到了OpenAI的總部去 那就是我們有把這個海報帶過去到OpenAI的總部 然後就是中間那一位就是我們OpenAI的那個專案經理Teddy 然後他是負責我們這個專案的負責人 那同時我們也在OpenAI的企業有沒有報告了 就是他們的會議室裡面報告了就是我們的計畫 還有我們完成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來自全世界各地10個團隊的大合照 就是你可以發現他們其實有來自不同國家 包含英國 美國甚至是其他來自菲律賓啊 來自非洲等等的不同國家的參與者 那我們因為那時候去的時候剛好也是中秋節 所以我們就有跟OpenAI的工程師一起吃飯 然後也跟他們聊了一下在OpenAI工作 還有就是對於人工智慧的看法 還有相關風險的心得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想要分享的就是我們有去把這個經驗呢 帶到了就是Call for Japan的SAMI 就是今年11月在東京舉辦的Call for Japan的SAMI 然後我們Session就是在3點50到4點05分的時候 有一個G0V那個就是我們的SAMI這樣子 然後他的會場其實是在皇居的旁邊 所以就是你從那個會場外面拍出去 是可以拍得到那個皇居的那個花園的 是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SAMI的Keynote Speaker是食聲大櫃 那食聲大櫃他有趣的地方是他呢 是開發了一個防災的APP 然後他那個防災APP是透過各種不同的主題 然後還有著重在使用者UI UX的設計上 然後讓這個APP可以就是在防災的緊急的狀態的時候 能夠更符合使用者當下的需求 他甚至有展示了他們所使用的不同的色碼 總共有16種不同的色碼 是因應了不同的人的視覺習慣 包含如果你是色弱或者是有紅綠色盲的話 他都會有不同的對應的色碼 來讓你去做選擇 然後原因是因為在緊急狀態之下 這樣子的一個區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這個Session 就是這個Session他是在講日本的一個障礙者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 就是肢體上有障礙的障礙者 那他當時呢就推出了一個專案就是 他希望透過各種障礙者的就是資料收集 然後去整理出一個日本多功能洗手間的一個地圖 因為多功能洗手間其實對於障礙者來說非常的重要 就是對他們的儒策或者是對婦女 或者是對於有帶小孩的家長來說都非常的重要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障礙者的一個議題呢 也讓這些這個專案其實也讓障礙者 可以做出一個相關的貢獻 那同時另外一個是有日本也有一個團隊 是在用公民科技來做相關的貧窮議題的 就是解決貧窮議題 就是他們這邊的話他們是結合了生成式人工智慧 然後去讓人工智慧去幫他們判斷說 哪一些制度可以幫得上目前的不同狀態的貧窮者 那這個就是我在日本的時候發表 那個V Taiwan的狀態的時候拍下的一些照片 那我覺得蠻有趣的事情是 就是日本他們的這一次在那個Core for Japan的時候 他們有做這個 我有把食物帶到現場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來就是來參考一下 就是叫Guraleco 他們叫Guraleco 就是圖像式的筆記還有紀錄 所以他們就會有社群的專案們的參與者呢 把這個我們講的內容給用畫畫的方式記錄下來 那這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後面的話就會是一些我們合照的照片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這次甚至有Core for Sake的那個清酒 所以他們就是直接在現場有一個清酒的活動這樣子 然後也有相關的就是點心跟慶祝這樣 然後因為是他們10周年的活動所以辦得非常的盛大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歡迎找我聊聊 謝謝大家